黑色星期五購物節是美國年終購物季的 開始 各大百貨商場還沒有開門 營業 門口就排擠了長長的人籠 賣場的門一開 顧客就開始搶便宜 本來以為疫情趨緩 出門血拼的人會增多 偏偏這時候最強的病毒 Omicron來襲 民眾寧願網路購物 也不願冒險 進入密閉的賣場 黑五之後緊接著就是耶誕節 士批會掀起另一波消費熱潮 但是搶購的盛況 應該也不比從前了 畢竟全球都還籠罩在疫情的陰霾之下 今年美國的黑五消費力也大打折扣